过去几年 你做的事情很像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那今年是不是会回归电影的这个年份 更多一点 其实没有 因为我觉得电影 在我很早期的时候就认为 它是一个年龄段要做的事 我从来我跟你理解了 我不是说要抱着一个东西 我做一辈子 就是我站在舞台上演戏 我一定要演到死 最后一口气我才下台的那种人 我是不断地要改变自己的 你觉得意思在那个时候 电影的表达已经够了 但同时我能不能解读为 就是电影这件事情 我们认为你做的很成功 做的很好 但电影这个事 从来都不足够让你兴奋 就你对表演对电影 可能没有那么的 我们想象那么的热爱 在我年轻的时候非常热爱 它是跟着年龄增长 就是你不能说我18岁 拍了少林寺 拍少林寺我不兴奋的 因为我11岁的时候 人家就让我拍电影了 13岁人家就找我 演第一个电影叫三毛流浪机 也会功夫的 我跟你说过 那后来就真的 当你年轻的时候 就等于我拿了五年冠军 我16岁 我不想再证明什么 我对拿冠军没有兴趣 而作为一个中国武术演员 好寂寞 就是你没有更大的平台了 全国冠军就是已经是 最中风了还能怎样 你就去转电影了 转电影你又走走走 你已经知道 你可以是这么理解 说你走到后来 我已经不挑战自己了 不知道要干嘛 对因为在你的领域 你已经做到了 你已经当那个东西 你不需要再证明什么了 所以对你来说 像今天要拍这个花木兰 纯粹是位女儿的 一句话 一句话 我基本上人家找我 我没想拍这件事 我刚才说过 就是包括 比如你看到那个剧本特别好 你也没有说特别兴奋 我一定要去拍 没有 人家给你特别高的片酬 你也觉得也无所谓 也没有想过要通过电影 我要证明什么 我要得什么奖 什么都没有 完全没有 完了以后 只是15岁的女孩 第一次要求了我说 你缺钱啊 我说没有啊 你女儿以为你嫌那个片酬低 对 就这么一个出发点 他说你缺钱 我说我不缺钱 他说你不缺钱 那有一家公司 尤其是迪士尼这样的公司 去拍中国文化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参与 我也被问愣住了 你这个女儿的 这个说话能力 下一句话就跟我说 你能不能为我做一个 拍这个电影 那15年来 头一次问我这个话 我就说那好吧 我再去问问姐姐 姐姐说那你就为我们俩拍吧 好吧 迪士尼要感谢你女儿 对 所以在我们看来 很多特别可惜 那么好的机会 你会放弃 在你当事人来说 就是个正常的一个选择 就非常 因为他已经完全刺激不了我了 因为我在最顶的时候 连卧虎藏龙 为了老婆生孩子都给推掉 这我知道 当时你推卧虎藏龙 内心还是有一些挣扎的吧 对 只不因为我对这个女人 许下了承诺 对 但是那时候对电影还是渴望 还是有那种冲动的 对 你还是有 有说 早知道我应该拍这个电影 这种遗憾的 后来推那个黑客帝国的时候 有没有挣扎 那个是商业挣扎 商业挣扎是我觉得 美国人让我拍三个月 但是让我参与剧组九个月 六个月把我所有的这个资 动态变成电脑数据 全部copy下来 完了 版权是有塌的 这个很危险 那我已经在想说 哦 五年后 十年后的科技 我练了一辈子的武功 你都可以 版权都变成美国的了 将来有一天你把他们穿上任何一个人的衣服 这很可怕 任何一个东西 那打出来的东西全部是你们的了 我们只会越来越衰老 你那个东西永远都可以 变成你的知识产权了 那我说我这不干 就你不可以拿到这个东西的知识产权拿走 所以经过那些阶段之后 到后来推的所有的已经就是一个 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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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开了 哪怕电影再燃不起我的热情了 但是我会觉得这是我熟悉的领域 我有这么多的拥戴 这么多的爱戴 舍弃掉这一部分 钱我可以 那一亿我可以不要 但这一部分其实是 人本能的一种割舍不掉的东西 这个是我恰恰就是 花了20年时间学习要扔掉的东西 本尿的 Isle 应该有足够的 而且我们将用变成了